It's time I'm letting you go This time I know it for sure Just thought I should let you know Yeah, I know No, there was no more, no I got so high on our low That's when I love you the most Now I thought I should let you know Yeah, I know No, there was no more, no I'm sorry 請進 只有單身一位嗎 沒有 好不好再開票 開昌龍 那我不方便 好嗎 Good morning 又是嶄新的一天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新店蔡依林 這是哪一個 那個是客語嗎 還是台語 大家好,我新店蔡依林 我講的是English English 好進化了進化了 上一次邀請到新店蔡依林 來跟大家分享他荒唐的過去 對,沒錯,效果很好 如果大家對我的故事有興趣 請看這邊的連結 我發現大家還蠻好奇 你荒唐的過去 我覺得也不算荒唐吧 我覺得現在想一想 就會覺得那就是一個經驗 一個過程 不會覺得荒唐 也覺得還好 對 OK,那今天呢 想要邀請新店蔡依林 來分享一些比較溫馨的 好 關於母愛 媽媽 我覺得這部分我蠻少的耶 蠻少的嗎?沒有什麼母愛 就是 我不會 像譬如說有些人不是說 生小孩 小孩放到你胸前那一剎那 你會有感動到就是會想哭 可是我都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你可能年紀太輕了 那個時候 真的嗎? 我覺得是 因為他在我胸前的時候 醫生說 小孩要看一下 然後我都覺得好溜和只想休息 對,就覺得 當下沒有什麼覺得太感動的感覺 我懂耶 可是我覺得跟你有沒有準備好有關係耶 因為如果是 你是很期待 這個新生命的到來的時候 因為 像有些人是想要生小孩生不出來 然後終於有小孩了 那感覺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然後跟你是意外 想說我還想要再玩一下 結果就有小孩了 對,心境不同 然後再做那個感覺不一樣 你們兩個小孩差多少 兩個小孩 其實也算非常近 他們兩個只差兩歲兩個月 兩歲兩個月 我是一歲十個月 對 所以其實蠻接近的 很近 然後我現在遇到挑戰呢 是因為我的大寶其實 還沒有兩歲 也就是代表說呢 他還是一個嬰兒 一千啊 睡不飽嗎 超級睡不飽 原本想要生第三胎 都不想生 會害怕 真的好怕喔 我真的沒想過有這樣的感覺 兩胎跟一胎會不一樣 一胎的時候你有休息的空檔 你可以 出三顧的時候你休息 你顧的時候出三休息 可是兩個的時候都不行啊 因為基本上就是你要顧一個 他也要顧一個 到最後兩個都沒有休息 脾氣也會很不好 我完全懂 現在我們現在就是正在經歷 就是現在就是這個階段 我們現在這個階段 哥哥其實也還是很依賴我們 所以兩個互相影響之下呢 爸媽幾乎是沒有休息時間 絕對是沒有休息的時間 可是像這樣的情況下 以前我們的 我們的情況 可能會是固定 譬如說兩週 或者一週 會有一次的爸爸媽媽放假 可能就是請爺爺奶奶啊 或者是朋友啊 幫忙看一下小孩 會兩個人一起出去看一場電影 約會這樣 對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重要 就是適時的放鬆 家庭當中啊 媽媽快樂整個家就會快樂 這些事情我非常深信不疑 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因為畢竟媽媽還是就是在家裡當中 我們扮演一個很奇妙的角色 要照看小孩 可是罵小孩的通常也都是媽媽主 他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剛才聽到不應該聽到說 媽媽快樂爸爸就快樂 對沒錯就是這樣 沒錯就是這樣 就這樣嗎你確定嗎 是嗎 我非常認同 對真的 真的是這樣 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 對 以前我們只有一個寶貝的時候 我們是全心全力的 把所有的精神 都focus在大寶身上 那現在不一樣 現在有二寶 對 所以我們在關心二寶的同時 也要關心大寶 然後在關心大寶的同時呢 也不能忽略二寶 我現在遇到的比較大的挑戰是 我們常常會怕Cody會吃醋 所以我們其實放了更多的關愛 在Cody身上 然後這個時候呢 弟弟就感覺很可憐的 被擺在旁邊 因為弟弟這個年紀其實他需求 就是這些 比如說他想要換尿布 想要喝喝奶 喝完奶之後他就會沒有其他事情 他就在那邊睡覺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遇到 有時候會覺得心裡過不去是 我們可能會很在意Cody的感覺 所以就會 弟弟就會變成 次序就會變第二 我覺得我跟老爸很理性 就是不會 我們很 我們比較不會捨不得 對 所以我們會很理性的 就是分析怎麼樣可以讓我們更輕鬆 小朋友可以達到他們的需求 所以我們就會 把東西標準化 這樣子你會比較輕鬆 這樣我懂 因為像我就是很感性的人 對 感性跟理性就差很多 對 因為這件事情我們覺得 就是他就是應該要理 就是要讓他理想化 在我們當心中 他就是應該要這樣 就我們會想辦法 看要怎麼去解決那個問題 你要同時愛兩個人會很困難嗎 因為真的沒有辦法說真的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我們當然都愛我們的小孩 我們都盡量做到不要偏心這件事情 對 可是我們就是只有一個人 對 你在忙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一定會忽略另外一個人 沒錯 就是 小的時候呢 我都會看事情輕終晚期 就是 比如說有的時候他們就是 跟我說 陪我組這個集 你陪我玩這個娃娃 這時候我要怎麼處理 通常我就會教他們到我面前 我會跟他們一起玩 機器人跟娃娃 他們組成一個家庭 就是同時一起做這件事情 對 就是我不會說 我先陪你玩機器人 我再陪你玩娃娃 不會 我就是叫他們來 他機器人他就是他 娃娃就是他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家庭 就是我會想辦法讓他們 我有陪到他 他也有陪到他 他不會覺得說我偏心 他也不會覺得我他偏心了這樣 我覺得這真的是 當二寶媽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功課 這很難 我覺得非常難 因為就算到現在 就是小朋友也還會偶偶會說 你為什麼都怎麼樣 你為什麼 比如說 為什麼姐姐可以 為什麼姐姐可以 為什麼不行 為什麼你買這個給他 為什麼我沒有 對還是會 可是現在慢慢長大 他們就能理解了 因為像買東西 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不會說 你有玩具 你就也有玩具 我會說 這個他喜歡 他需要 可是你真的跟他想要一樣的東西嗎 我會把問題丟給他 你真的需要 你覺得你也很喜歡就好 那我買一個 一模一樣的給你 對 還是說你應該想想 你真的需要什麼 你想要什麼 我們再決定要不要忙 對 通常會把問題丟給他們 我不會自己去解決 很棒耶 因為像現在我有兩個兒子 可是你是一個兒子 一個女兒 我覺得兒子跟女兒 喜歡的東西很不一樣 尤其在 在當他們越大的時候 他們的喜歡的東西 就會更不一樣 小的時候 可能還會有一些共同示好 可是大的時候 比如說姐姐要學的才藝 或者是 弟弟要學的才藝 就是完全不一樣 對 那你們怎麼去調適這樣的 分配這樣的工作 其實像他們兩個上的才藝啊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只有一個是一樣的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在接受 對 他 他 又有喜歡踢足球 每個禮拜三 然後我們都會配合他的時間去踢足球 那姐姐他一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就會那個時間 特地去陪他去 他想做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時間相跌 我跟老爸會 譬如說分開 他陪悠悠 或者我陪Tiena 就像Tiena 他現在有 比較大了 他可以跟朋友自己去走走 他就可以跟朋友去看電影啊 睡朋友家 睡朋友家 那我們就跟悠悠在家 陪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可是姐姐不想做的事情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 像打電動 或者是看一些很 就是打來打去 什麼怪獸的電影 姐姐不想的 我們就會利用這個時間完成 對 那悠悠可能不在的時候 我們就會 我就會陪Tiena 去做他想做的事情 利用那個時間 把它完成 讓他們都 覺得心靈上 能夠得到慰藉跟滿足 那你有沒有覺得 你當二寶媽之後 有沒有遇過什麼樣的挑戰 是你覺得 很刻骨銘心的 做過某些事情 然後後來晚上 可能已經結束夜深人靜的時候 覺得很後悔 自己默默哭泣這樣 是不會到默默哭泣 可是我就會想說 我覺得我下次應該要怎麼做 會更好 對 有的時候就是 兩個人個性不一樣 你沒辦法用同樣的招數對付他們 所以呢 通常有的時候 我會對 Tiena 可能就是講完 然後讓她自己去做 可是悠悠我會一直盯著她 因為她比較小 她注意力可能沒有辦法集中這麼久 我會用的方式不同 可是在悠悠看起來 可能就會覺得我一直管她 然後姐姐可能就是隨便她 他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 你都 不管姐姐都管我 一直管我 又常都會這樣講 可是我都會 晚上就會想一想 那會不會下次我用什麼樣的方式 會再更好 反正當中 你會一直再找到方法 再找到 看要怎麼做會更好 而且我也會跟老爸講 對 就是問她 看要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小朋友在成長的過程 其實 我們當父母的 我們也是第一次當二寶的媽媽 所以也是 二寶 我們第一次當二寶嗎 對 沒錯 OK 我是二寶爸爸 對 就是 就是 我們也是在學習成長 看要怎麼做會更好 可是 先跟 就是我覺得 有的時候 不要就是 內疚自己做錯了 其實我覺得 就是 像我有的時候 都會看一些固定的 親子作家寫的書 從裡面當中找到 我覺得適合我們家的方法 我不會全部套招 可是我會 就是 找到我覺得適合我們家的 然後再去 改進 看要怎麼樣做會更好 你覺得我之後還會遇到什麼樣的挑戰嗎 我覺得小朋友是階段性 這一個階段啊 可能你可能到 小朋友能夠睡過夜之後 你會覺得 好像好多了 那再來可能到 他會講話會走路 又是另外一個階段 那再來就是求學階段 每一個階段 面臨的困難不一樣 我覺得小朋友越大 越遇到的事情 不是身體類是心類 你要花的智力跟就是 鬥志去解決 對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的困難 我覺得是越來越難 對 可是就慢慢解決 我覺得都有辦法 就是找到 你跟孩子之間 都能夠接受的方式 對 很明顯的今天聽起來就是 新店蔡依林是一個很理性的人 然後我就是一個很感性的人 我真的覺得我算很理性的 就是我一直都是 遇到事情 我通常都會想我要怎麼解決 好啦今天感謝新店蔡依林 不會 那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喔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 掰掰 那我前幾天夢到一個 蠻白癡的夢 就是我夢到 木耀寺找我去 接演出 然後 要去一個禮拜七天 然後我超痛苦 我狂哭 因為我要跟Cody分享 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去 那你知道如果這種夢 發生在老爸身上是怎麼樣 他應該就會很開心 然後開始準備腳本 然後那裡收行李 對對對 他只是說 我大概一七天後就回來 這樣 你不管 你不要吃太多 去背包 去背包